一個杯子的物體 不是飛機 完好無缺 Hello 大家好 我是Oderliving 和Oderliving的店長 我叫飛機 這次跟大家介紹 看似一個杯子的物體 不是飛機的 飛機店 可以介紹一個杯子嗎 不要亂想 這個叫大象杯 令到我可以做到一樣 我想做了很久的事情 大家都是不要亂想 其實我一直以來 都見人去咖啡店 或者買珍珠奶茶的時候 都可以帶到自己的杯子去買 其實我心裡覺得他們挺有型 我覺得真的很好 他們又懂得帶一隻杯子去街 但是我自己就很懶 因為我又不是每天喝的 你叫我每天帶著杯子 等到有機會喝的時候 才用那隻杯子去買 那我又不想 我手頭這隻 雪村鳥是一個好似杯的水壺 台灣設計 台灣製造的 物料上面其實都很有心思 他們用了一隻叫Eastern 他們用一隻新的物料 這隻物料 美國FDA認證了BPA3 對人來說絕對沒有害 可以放心 除了BPA3之外 做了一個叫內酸的測試 他們放一些小小大酸性的飲品 檸檬茶的飲品 都不會令到這隻杯子給沒有 扭開它 跟著這隻杯子來 會有兩支飲桶 它會這樣套在一起 喝東西的時候 扭開了這個 那杯子又怎樣 很簡單 你把它放進去 拉好 反轉也不會掉 喝到中途了 不想喝了 可以把它放進去 扭緊 多少上面都要扭緊 它是完全防水的 為什麼我說可以解決到我的問題 如果我不是喝珍珠奶茶 不是喝咖啡 他叫我帶一個杯子出去 預備有機會喝咖啡 我又不肯 又要帶著杯子 如果用了這個大醬杯 當作水壺 那就可以很有型 我只用自己的杯子去買咖啡 或者買珍珠奶茶 它會跟一個洗飲碗的刷 這個蓋子也是用刷清洗 上面都會有一條膠邊 可以洗 反轉杯蓋 白白地關掉這個位置 讓它拔出膠邊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徹底清洗 它的開口夠大 放一些水果 冰凹下去 不會有問題 我現在手頭這個尺寸 120ml 150ml 聽過沒有電話 你去買咖啡 就是中杯 另外有一個720ml 大一點 帶水壺出門 沒有什麼分別 它還有一支飲桶 還有一個用途 你去到茶餐廳 你去到茶餐廳 很想連飲桶都省了 拿一支自己的私家飲桶 喝完之後 沖沖水 又扭回來 搞定 這個杯子可以承受到 0度至90度熱飲 都沒有問題 但記住 用一些水壺冰 水壺會爆 不是因為它抵受不了低溫 而是因為 冰4度以下 會有反常膨脹的現象 越冷 冰會慢慢慢慢 賺大 整爛你的瓶 如果整冰的時候 要裝2分3 留一些Buffer 讓它去彈氧 那就不可以 最後做Drop Test 給大家看 你說防跌 掉到地上 整天都起泡了 一樣 沒有爆 沒有流 起泡了 但完全沒有缺 還有一個配件 就是有一個直膠 Feed Size的保護套 那你也可以買 當它好像水壺一樣 用 然後熱熱地 就去買奶茶 或者去茶餐廳 又可以拿這瓶飲碗出來用 又可以省下飲碗 方便得來又還得到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大象杯 飛機怎麼介紹的大象杯 多謝大家 拜拜